蕾鵬眼鏡 嗨 大家好 我是Ben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雷鵬眼鏡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前幾個月有拍一部 在輔仁大學旁邊的輔大眼鏡 那他就是我們一起拍了一座合作影片 然後就是介紹他的雷鵬眼鏡 那同時我也跟他買了一副 因為我是看了捍衛戰士 然後他的介紹我覺得還不錯啊 然後就真的在現場 剛好拍完就跟他順便買了一副雷鵬眼鏡 同時呢 我也上網買了兩副雷鵬眼鏡 那我們這一集就是來做一個真假雷鵬眼鏡的PK 然後看一下差別 因為價位其實差很多 我直接跟大家講價位 這一副雷鵬眼鏡我大概是買 網路上大概就是差不多四到六千左右 每一家店面其實價格會不太一樣 網路價也不太一樣 如果有興趣的話就是看我之前那部影片 就知道價格大概落在哪裡 然後這隻是真的雷鵬眼鏡 我是買黑色系的 然後鏡片是墨綠色 然後淺淺這個漸層的鏡片這樣子 然後這一副是真的雷鵬 那我們直接來開箱這兩隻假的雷鵬 這兩隻雷鵬我買的價格是 大概三四百塊 如果我們以真的雷鵬是五千的話 然後這隻大概三百塊左右 價差非常的高喔 然後我直接開箱第一隻給大家看一下 像其實啊真假雷鵬它的盒子都差不多 我直接一次開箱再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買一副可能不夠近者 我就直接買兩副給大家比較一下 像這隻是真的 光看它的外觀它的皮革就不一樣了 它的皮革是不一樣 這是光滑你知道嗎 這是有紋路的 然後上面一樣都有修雷鵬 但我有問過 輔大眼鏡 對輔大眼鏡 它是說這個其實也是可以仿製的 所以如果單純用那個包裝盒其實是看不出來的 那我們就稍微開箱一下給大家看 像它的眼鏡布 原廠的眼鏡布 然後這是仿帽的 那仿帽的我買的是金鞭 就是阿湯哥帶的那一副 金鞭 那一樣它有基本的吊牌 然後還有眼鏡布 但眼鏡布一看你就知道 不是原廠的 為什麼 因為它居然還會掉色 然後再來是另外一副 另外一副也是一樣是金色的 因為這樣比較好比較 就是真假 它的金其實也有落差喔 你會發現一個金比較亮一點 然後一個金比較暗一點 然後真的阿 它其實是有一些小配件阿 譬如說像這個 這是台灣代理才有的 就是要特別認一下這個Logo 然後還有一些 這個 這都是一些說明書阿 保證卡這樣 這都是原廠有的 那假的其實也是可以仿帽啦 所以 如果你用 說明書阿 或是包裝比較難 辨別 那我們直接給大家看一下這些 金色是假的 然後黑色是真的 那我們先從外觀看起 像外觀阿 你看喔 它的 這邊 這邊其實都有秀雷棚 然後 假的也是 然後假的在另外一邊 這邊其實應該看不到 這邊有一個淡淡的 也是有一個烙印 這兩隻都有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顏色關係啦 所以如果你是有 金邊的 雷棚真的人 你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 側邊都有烙印 那真的是沒有的喔 真的只有 一邊有 那我們來 打開它的腳架 腳架的烙印部分呢 真的是烙印在這個 這邊 這個 腳架上面 那假的是烙印在 這個 最後的腳尾部分 我個人覺得啦 會不會是 因為這個桿子太細了 腳架的桿子太細 它的工法沒有辦法烙印到上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啦 如果你知道原因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這兩隻其實 這兩隻假的都是喔 它都把它烙印在 腳尾上面 進 進架尾巴這邊 塑膠框的地方 然後還有一個 鼻墊 那這個是非常小的地方 鼻墊部分 這個可能我用照片呈現給大家看 這個鼻墊部分 它其實裡面有一個小小的金屬 你會發現它這個 有烙印 也是烙雷棚 類似的字樣 那假的有一隻有 有一隻沒有 就這個地方 鼻墊的地方 那幾個 這些是比較不明顯的 那我覺得最明顯的就是重量 像假的我剛剛有去量過重量 假的大概 21公克左右 然後真的大概30幾公克 那你說為什麼會差這麼多 主要是鏡片 鏡片啊 真的是用玻璃鏡片 然後假的一敲就知道了 我不知道聽不聽出來 就是很明顯 這個就是塑膠 然後這個就是玻璃 然後這個就是玻璃 對 應該是聽不到 那就是很明顯 所以重量差很多 那再來它的腳架 它腳架 雖然可能都是金屬啦 但很明顯它的重量是不一樣的 我覺得真假鏡片 可以快速的知道 然後再來是你去摸 這個 這個地方 上圓的地方 這摸起來是非常的光滑 光順 而且 也不會覺得刺刺的 非常的OK 可是你去摸假的 就會非常的刺喔 會到不舒服 你看真的是 假的是這樣 這是假的一號 那我們看假的二號 是不是也是這樣子 跟假的二號 你看也是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 如果你看到你朋友戴雷鵬 其實你可以直接 把他黏鵬過來 然後摸摸看 一摸你就會知道 很明顯 百分之九十一定摸得出來 你不管有沒有 真的雷鵬 你摸就知道了 你只要感覺到不舒服 就是假的 你看我這樣摸 還會卡到我的手 有沒有發現 這樣比較明顯 你看 卡到我的手 你再大力一點 可能會破皮 可是像真的 它不會 很光滑的滑過去 最後呢 我們就來補充一下 戴上去的感覺 像我剛有戴這隻黑色的 那這隻我是在 普大眼鏡買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去普大眼鏡看看 那 戴的時候啊 它其實會幫我調 我的 因為我每個人的耳朵 跟你眼鏡 還有鼻兩個位置 都不太一樣 所以它會幫你調到 你最舒適的地方 這我戴起來就是 符合我的頭型 跟我的 鼻子 大概是這樣子 可是假的呢 你戴起來的時候啊 第一個 我個人覺得有點緊緊的 兩邊有點不舒服 因為 就會有點過緊 然後鼻兩個是卡卡的 為什麼 因為你跟真的戴起來 就會有 就會有比較了 所以 為什麼我說 如果你要買雷棚 可以去實體買 因為它幫你調整 那事後啊 它也會幫你 如果你買之後 N年之後 你就可能位置歪掉 你可以再取它 去幫你調整 那這是 1號假的嘛 那我戴一下2號 2號戴起來其實也是差不多 因為 重點就是還沒有調整 那不知道大家感覺 就是從外觀上 看得出來 它是真假嗎 大概就這樣 那其實有幾個 總結下來 這幾個方式 很容易判斷它真假 第一個就是我剛才講的 玻璃 你直接去敲它鏡面 去敲它鏡面 就知道玻璃 因為 我買兩支 而且兩支都是不同的店家 它全部的鏡片 都是用數值 那第二個就是 我剛才講的就是 這個的上面 這個的上圓 去摸就知道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價格 價格很明顯 一支 4千 均價算5千好了 5千的鏡框 雷鵬眼鏡跟假的 300多塊而已 很明顯 就可以去查別它的真假 那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想看 什麼雷鵬的 譬如說 修改鼻墊啊 或是腳架的維修啊 或是想要看什麼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再拍攝影片給大家看 那就這樣 掰掰